從4月2日晚上開始 雷電、強風以及暴雨籠罩武漢 武漢市氣象台三次發出雷電暴雨黃色預警 惡劣天氣持續到4月3日 根據央視新聞4月3日的報導 對流天氣特襲武漢 當地下午2點至3點1小時降雨量達到24.7毫米 武漢中心氣象台就在下午4.01分發出雷雨大風紅色預警訊號 有網民表示白天秒變黑夜 遠望視野一片模糊 下午3點就和凌晨3點一樣 根據《九派新聞》報導 4月2日晚上至4月3日中午 因為武漢市遇上暴雨天氣 導致多間航空公司調整進出航班 4月3日 東方航空公司運行控制中心副重經理張偉表示 從4月2日晚上開始 該公司啟動了航班大面積延誤的黃色預警 對部分航班進行取消與合併 4月3日早上又陸續取消了17班航班 除了武漢之外 湖北有媒體報導 從4月2日早上8點至4月3日早上8點 湖北大部分地區降下中度大雨 其中徐州 孝錦 京門 黃江 武漢 咸寧 黃石 宜昌等地有暴雨 廣水 大吳局部地區出現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 根據數據顯示 從4月3日清晨到午後 湖北大部分地區都出現了降雨 其中湖北東部一帶的雨勢更為明顯 早上8點至下午2點 湖北東部不少地區的6小時雨量普遍達到30毫米至50毫米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